昨天除了是国庆日 也是大马道教总会八升皇城分会 举办的第一届道教节 道祖领保天尊圣诞 雪龙区将近70间庙宇 参与在八升举行的花车游行 在神明的带领之下 浩浩荡荡出游 七彩灯光照亮整个八升市 游行队伍把象征祝福的糖果 派发给沿路民众 祈愿大家平安健康 场面温馨热闹 道祖领保天尊千秋圣诞 雪龙庙宇携手共庆 马来西亚道教总会八升皇城分会 昨天晚上举办的第一届道教节 五光十色的道教花车大游行 让清幽的八升顿时热闹起来 这场花车游行全程长达13公里 吸引将近七十间庙宇参与 善信从班丹马兰新村大操场 浩浩荡荡出发 几十辆花车百花起放 绚丽的灯光耀眼夺目 还有电音三太子一路随行 炒热现场气氛 花车穿越大街市区 所到之处都有民众围观拍照 游行队伍也派发糖果 把满满的祝福送给民众 我们也是有派糖果 我们派糖果的走到前面去了 接近终点时游行队伍不断高喊口号 把现场气氛再推向高峰 热闹的游行不光是欢庆神明宝弹 更重要的是为了守护道教文化 主办方希望透过这场神弹游行 更多年轻人能够认识传统的美 把千年传统文化代代相传